那个专业主的兄弟会说 他说你知道赖长兴是怎么回国的吗 赖长兴就是当年最后愚蠢的 相信了民主民运人士加拿大的 靠他们搞正辟 他说才被回来的 被他妈给骗了 我突然想起来赖长兴这个事情 我问过一个前国防部长 我老乡 我老乡你怎么看赖长兴被弄回来啊 哎哟这个傻小子啊 怎么会相信这些海外的要翻的这些民运粉丝呢 我一听这有道理 我突然相信了国防部长说的话 他也是事案人 他说怎么能相信那要翻的人呢 赖长兴这个无知的家伙 赖长兴被弄回 一钱花没了 二相信了海外的民主民运分子 最近你知道流行什么吗 所有国内的私人企业家们 就像那个白花花的漂亮的美女的身体 在大街上被晒着 流氓阿飞都惦记着 都想弄两下子拽两把 现在被海外民运给惦记着 海外的民运就是打着中国私人企业家的民意 我这半年我可发现我见过的人都是要帮助国内私人企业家安全 维护他们的权益 都想着等着一个个的赖长兴出现 然后把钱给骗了把命给骗了 吃人不吐骨头 我认为这叫欺民贼 看看吧 赖长兴怎么回去的 国内的邪家们 你们在国内唯一让你到海外安全的 第一要有钱 第二千万不要犯法 犯了法哪国都不容你 第三你千万不要依靠搞正屁 假民运 那就是死路一条 全瞄准的民运邪家 瞄准他干什么 钱转到海外来 叫他们找理由骗了 搞正屁 到国会山游说 这只真的是一个大王 已经在瞄准了在国内的墙内的私人企业家 叫你哭了火窝入了狼窝 比赖长兴还惨 骗你的钱 骗你的色 骗你的感情 最后还是把你送回中国去 你看看这几脉 要你的钱 要你的命 还是再卖一回 卖一回 共产党到过来 可怕不可怕 所以为什么现在都瞄准了民运企业家 这是一本生意 都什么人来搞正屁 为什么海外的 民运除了骗捐募捐 就是搞正屁 本人最近花了很多的精力 就是要打击海外假正屁 假正屁是害中国人民 害美国人民 害欧洲人民 那是真的是千秋万代的害 会让整个西方切断整个来自中国的正屁 将那些甚至需要正屁的人 全部断了绝路 断了真正的需要正屁的人 就断了中国革命的火焰和未来和希望 这是唯一给中国这个民族民运的真正的这些人 留了一条生路 一个火种 你们要给它灭了 这是一个毒啊 我怕 天啊 还要 我怕